你们喜欢玩在娃娃机里抓公仔吗? 娃娃机在各大超市,各路中心随处可见。 因为娃娃机放置了许多道行可爱,五彩斑斓的公仔, 所以许多小孩子对此去知若物,爱不释手。 但是,最近有新闻爆出,娃娃机里的公仔, 这可能含有治安物质。 假圈,广州某家媒体随即选择了6款娃娃机里的公仔, 结果全部检测出假圈,娃娃机的公仔,幼假圈, 真是令人吃惊,但其实上网搜索一下便可以发现, 公仔里面幼假圈的新闻,这几名经常有出现。 假圈对于人体的健康伤害非常巨大, 我们求安生活对于公仔中含幼假圈的问题也比较关注, 所以决定去检测下娃娃机里公仔里是否真的有假圈, 检测样品从哪里来,我们跑到附近的大超市的娃娃机前, 想要抓起几只公仔,第一次没抓起来, 我们就试了第二次,第三次,我们试了好多次, 最终,一个娃娃也没有抓起来, 新抓娃娃的过程跟这个老爷爷差不多, 只能说抓娃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 我们花的时间挺长,却没有抓起一个娃娃, 所以我们最终只好把目光摇向了万能的淘宝, 想着娃娃机里的公仔,应该也是从网上采购的吧, 淘宝上的公仔基本价格都在个位数, 于是我们随机采购了三款公仔, 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检测, 黄色公仔,红色公仔,粉色公仔, 检测标准国家玩具标准, GB66752014中没有针对假圈的限制, 所以我们转战阵地,因为公仔又属于纺织品, 而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, GB18401-2001中, 针对假圈有明确的限制, 应用而纺织品假圈含量小于20毫克每千克, 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为15毫克每千克, 我们就用这两个数值, 与结果进行对比, 检测结果, 黄色公仔检测报告, 红色公仔检测报告, 粉色公仔检测报告, 从检测报告可以看出, 此次检测的三款公仔, 均未检测出假圈, 检测全部合格,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非常好的, 但是问题来了, 为什么新闻报告中的公仔检测出了假圈, 而此次检测却没有检测出来呢? 原来, 公仔中的假圈, 主要来自律玩具表面的纺织品, 背景是智天局先键手专家介绍, 纺织品中的假圈, 一般都并非主观添加, 而是工厂在制作纺织品的过程中, 会添加柔软剂, 酷色剂, 防水剂, 粘合剂等注剂, 这些注剂中就含有假圈, 假圈广泛应用于纯绑或棍绑产品, 具有纺织品房说, 免套等功能, 有些厂家生产公仔时, 因为担心公仔会产生折症, 往往会添加比较多的注剂, 从而导致有些公仔的假圈含量超标, 新闻报道里说, 娃娃机里的公仔, 含有假圈应该不假, 不过我们这次上网采购却没有发现, 说明公仔的质量还是良有不齐的, 如果我们发现公仔上有明显的异味, 或者皮肤上感觉到有造痒或破明, 那就一定要小心, 我们很可能碰到了质量低劣的公仔啦, 假圈有毒危险, 很多人都知道假圈有毒, 但是具体了解假圈毒性的估计不多, 今天就要说说假圈的危害, 假圈, 幻学是HBHO或CHO, 是量30.03, 又称影圈, 无色气体, 又特殊的刺激气味, 对人也, 鼻脏有刺激作用, 其主要危害有, A, 刺激作用, 假圈的主要危害表现为, 对皮肤黏膜的刺激作用, 假圈是原胶毒物质, 能与蛋白质结合, 高浓度吸入时, 出现呼吸到严重的刺激和水肿, 眼刺激, 头痛, 闭, 致命作用, 皮肤直接接触假圈, 可引起过敏性脾炎, 色斑, 患死, 吸入高浓度假圈时, 可又拔支气管肖症, 非, 这突变作用, 但浓度假圈还是一种基因毒性物质, 实验动物在实验室高浓度吸入的情况, 可引起鼻咽肿瘤, 鼻, 突出表现, 头痛, 头晕, 乏力, 恶心, 呕吐, 胸闷, 眼痛, 嗓子痛, 胃内插, 心气, 失眠, 其重减轻, 记忆力解退, 以及植物神经紊乱等, 孕妇肠气息, 如何能导致胎儿畸形, 甚至死亡, 男子肠气息如何导致男子精子畸形, 死亡等,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, 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, 假存在一类致癌物清单中, 求阿生活,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安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